天氣冷更要注意永惠永燈的安全 讓行鄉大輪社區結合六年學習中心 基督一張小紅鋼澤 請小紅夠有中心的教官 來家中部變成是永惠永燈的相關地設 到家中在海時 要安裝來歡迎保護自己的安全 現在是中間有說灰災 灰災就是灰災 所以說要怎麼 要了解灰 要了解灰 來 都要煮蔥煮菜 你怎麼看 那如果要煮蔥 不然要煮蔥 沒有辦法 如果要煮蔥要燒蔥 要三行東西 叫什麼 燃燒山藥素 客店當中 高官利用幹部向中部的提起一些便称 是要注意永惠永惠永惠的相關地設 在家裡 最重要的是什麼東西 一般的對標 是用電安全 用電發生火災 現在消防署統計 第一名是什麼 是遺留火種 什麼叫做遺留火種 譬如吃菌 黑白燈 吃到黑白燈 你去 什麼 市民要怎麼 回報 要掃墓 外面放火也放 遺留火種第一名 第二名是什麼 就是用電 我們每天都在用電 第三名是用火 所以說用電 用火跟你有關 用電 用電 問題就來 用電發生火災有兩項 來看一下 第一項叫什麼 電線走火 第二項叫電器走火 到中部的一些用電 用電安全的相關地鞋 間隔意外發生 我們今天這個殼 是熱流選擇中的殼 我們要來 來教我們 社區這個 攸關於小房 一些要煮的 因為現在很多 老朋友都是 自己住在家裡而已 少年沒有在家 所以教他們 給一些 災害以後的地鞋 這樣 在這裡用火 用電的相關地鞋 到關於家中間 剛才在海的時候 要怎麼歡迎 來保護自己的安全 我們今天是來這個 大倫村 大倫村的這個 社區活動中心 我有些熱林的老人 我們講 講述一些 這個消防安全的 一些嘗試 那平常一些家裡 要注意一些事 一些事項 要注意怎麼樣 不要引起火災 那如果真的發生火災 要做些什麼動作 可以這個 讓自己有沒有 可以這個 處於安全的狀態之下 那我們也可以把這個災害 降到最低 比如說 我們一般家裡 用的比較多的話 就是說用電 或是用火 這是時常會碰到的 比如說 居家 這個防火的話 我們會講到 用電 那用電的話 就是說電線 跟電器 一般我們對電線的話 這個使用率 到底它可以使用多少年限 我們不知道 但平常就要注意 那電器也是一樣 我們買了很多電器 你不會去注意後面使用的瓦數 那我們現在很多像安培 像福特 像瓦數 他們怎樣換算 我們會教一下 那一般電器是用瓦數在計算 所以說要怎麼去注意它 那還有其他 像家裡面用火的部分 一般就是廚房用火最多 要怎樣去注意它 然後發生的情況之下 我們要做什麼動作 比如燒起來了 對不對 我們要做什麼動作 比如人 有可能啊 燒起來會延伸到人的身上 我們要怎麼做什麼動作 要讓這個人 有沒有 趕快滅火 能夠怎麼樣 讓他的這個傷害降到最低 有匯用電安全相當重要 社區辦理小洪江澤 希望中部可以有相關的地線 保護自己也保護家人的安全 新中華新聞 操亮簽 霍欣 彩虹博德 我輯部會有照理 我們要做六個